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一个会过日的人 而且还会讲价哦 记得有一次在街上 130块钱的东西上 很厉害吧 你们女生 又有谁可以做到呢 我是一个特别讲 兄弟情谊的人 朋友找我做什么事情 我都会尽量帮他做好 因为有一次在新加坡 做兼职做得很晚回来 我一个哥们 一个大男人 把饭菜做好了 等着我回来和我一起吃 那时我心里特别感动 因为一个人在国外 真的很不容易 能遇到这样的哥们 是我最大的幸运 谢谢